好香喔 各位在家還好嗎 我們上一次就做了一支全聯的即時商品 然後就是反應非常的熱烈 所以我今天就再去搜刮一些 看起來很特別的即時商品 今天要再來跟大家分享 純粹是因為收視率好的話 跟電視劇一樣 一定要馬上接著做第二集 第一個現在要來處理的是這個 精湛脆乳 它這個是胡鬚髒的耶 有吃過外面的胡鬚髒嗎 有 你記得味道嗎 其實滷肉飯味道好像都差不多 但是你覺得最好吃的是什麼 你知道現在最好吃的滷肉飯 是雞肉飯 是嘉義人 現在是冷凍還是冷藏的 它是冷凍的 它這個是放在冷凍櫃裡面的飽水 喔唷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你這個上面再接一坨飯 它就會變成一個V哥 然後就可以把它當成V哥吃掉 好裡面就倒一杯的水 加水 把它把它放進去 接下來就是要來處理這個海鮮四寶 海鮮四寶 海鮮四寶 聽起來很奇怪 因為它裡面應該沒有真的魚翅啊 所以你不能叫它魚翅根啊 它叫四寶當然一定要有刺啊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它應該是甲赤 它有 酵母抽出物 有蝦粉 有水刺 水刺是用使用海藻膠跟使用凝膠做成的 嗯 是甲赤 嘿嘿嘿 然後最後是這個香乳排骨 它一樣也是只要用微波乳加熱就可以了 還是你要氣炸 你喜歡吃脆的 對 我是有點想要氣炸它 你不是有點想 你是很想要氣炸它 那你就氣炸吧 這個因為已經熟了 所以我們就只需要讓它加熱就可以了 不算很久 那就給它200度 然後氣炸5分鐘 果然用氣炸的就是不一樣 好香喔 它氣炸它邊邊角角這邊有點焦焦的 這個應該是你最喜歡的怕 對 所以等一下這一怕可以先留給我 先給我吃掉 好香喔 嗯 嗯 嗯 汗的時候就被燙到 我被咬到牙齒 你咬到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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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吃到好吃的東西就會咬到自己嘴巴 現在沒有人知道你剛才那個反應到底是因為咬到舌頭 還是因為太好吃了 你會咬到蟲子來吃 好好吃喔 欸好吃耶 它就是有一點點胡椒味 然後它又是有煙燻烤過的那種味道出來 然後它的肉質就是很軟嫩 然後就是又滿juicy的 超好吃 你的舌頭咧 我的舌頭很痛 我覺得不錯 可是可以再烤脆一點 我要這個嚼嚼 我要把那個嚼嚼吃掉 不要把那個嚼嚼吃掉 我要那個有脂肪 然後又烤到有一點嚼掉的那個嚼嚼 不可以 這滿好吃的 可是就是它味道只推到這裡 可是我喜歡它到這裡 所以我會給它3.8 我覺得我可以給它4分 4到4.5分都可以 你如果兩面都烤 然後兩面都更焦脆一點 對 都自燒的話會更好吃 對 好 那現在我要來試吃一個魚翅羹 我小時候每次去板的 我就是在等這一道菜 我沒看過你吃魚翅羹 怎麼可能 我每次要吃兩三碗 然後後面菜我就不吃了 嗯? 如何? 你好像很喜歡吃羹類的東西 我是南部人啊 它有古早味的那個味道 對 它這個很古早味 它這個滿古早味的 而且不是 它不是那種精緻化的魚翅羹 完全不是 它就是一個非常古早味的魚翅羹 嗯? 我覺得它味道 我會喜歡再酸一些 可能自己都還要再這樣 魚翅羹原本就自己要加醋的 沒有人先幫你加醋的 真的 我給它3.5 欸? 我給它4 因為我就喜歡吃魚翅羹 你不能拿那種裡面有一塊 真的是魚翅的那種湯來跟這個比 因為我就覺得它就是喝起來沒有到這麼的 怎麼講 它就是一個非常古老 然後沒有那麼的真實的味道 我會給它3.5好了 為什麼? 嗯? 我現在是肚子很餓 所以剛喝下去覺得很好喝 然後多喝幾口之後就覺得一般般 一般般的應該還是有料更豐盛 然後那個味道更豐富一點 版本 是不是 好 3.5 你還看 它化開了 啊 就滷肉飯啊 這有什麼好 烏烏烏烏 獲針價值的滷肉飯出現了 剛剛真的很像米糕啊 你應該要打開它還是那一顆 你才要烏烏烏吧 滷肉飯應該就交給你評鑑了吧 嘿嘿嘿 嗯 它有一個味道 你是不是不喜歡蒜味在滷肉裡面 它蒜味比較重一點 它味道算是重的 所以是很鹹很甜 然後你要配飯 然後 我覺得它都沒有到那麼鹹啦其實 就是你配飯是剛好的 然後它的那個五香味 蠻重的 它就是把東西加到底 對就是味道不重的 它就把味道推到底 所以你一次不用加很多 對 可是我喜歡就是料很多的吃 所以你可能比較適合味道 沒那麼重的滷肉飯 對 我給它 4分 我還是要把它降到3.5 I'm sorry 可是它是一個很方便的東西 因為它就是直接在冷凍庫 然後你就是隨時可以有一碗滷肉飯 然後你想要加麵 也想要拌麵啊 或是什麼 我們就不用自己辛苦煮乳肉 因為自己煮乳肉的確是要弄滿久的 那這個的確是很方便的一個東西 味道也不差 我剛剛這樣吃到最後就是 可能肉沒那麼多了 然後就剩下醬汁跟白飯比較多 它其實吃起來是ok的 但是它就是不能讓你這樣大口巴肉進去那種 我就是肉食主義者 I'm sorry 你知道你在高山上都還在吃肉 你看它的肉汁 你看它的肉汁 那所以就會很快樂的東西 我們現在要來吃一個甜點 對 鹹魚鮮的愛玉檸檬跟杏仁豆腐 這應該可以解膩 我要吃這個 杏仁豆腐應該就是你喜歡吃的東西 對 我超愛杏仁 噴出去了 等一下 我超討厭泡滿岸牛肉麵 他那一包大包每次撕出來之後 我滿手都噴酒了 我跟你講這個人他開那個包裝的時候 都會整個很軟 他在裡面加了cream 所以沒有那麼清爽 沒有那麼清爽 可是這種跟豆腐 不是就是應該有一點點的 沒有 我喜歡吃正台式 就是很清爽 沒有加cream的那一種 所以這個我會給他3分 可能喜歡吃cream的人就覺得 我覺得他不錯啊 對啊 就喜歡吃cream的人 我給他3分 這個我可以接受耶 這個沒有我覺得那個很可怕的杏仁味 他加cream之後就比較像是西式的布丁 對 不敢 杏仁就是要清爽 我喜歡這樣子 我喜歡這樣子 因為你那種杏仁 我每次經過佳樂福的時候 聞到我都會覺得很害怕 你這種對杏仁有意見的 沒辦法跟你交朋友 可是這種很好吃 我給他4分耶 我覺得好吃耶 我知道 咪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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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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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蛤 它Jelly是好吃 它愛玉是好吃的 可是 可是 可是它需要你自己泡一杯 對 蜂蜜檸檬水 對啊 我給他3.5 3.5 3.5 不錯 不過就是 得要再加料 你要自己再加工 對 這需要自己再加工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要等晚餐了 沒有啊 我們還有一個老鷹紅豆 大福 我也大福 我也大福 大福 我們下個吃吧 都沒有吃到紅豆 它比我想像中的軟 它比我想像中的好吃 對 它比我想像中的好吃 然後它的紅豆也沒有到很甜 這牌子的紅豆本身就很好吃 然後它的麻糬啊 就是我一直很擔心說 你知道我這樣子冰在冰箱 麻糬都會硬掉 一般來講麻糬都會硬掉 可是它這個拿出來這樣子 是軟軟的耶 而且它麻糬吃得到米感 我之前在全聯買到 不知道主持人家排的麻糬 吃起來都很無聊 什麼意思 就你知道日本的麻糬 吃起來有一種 的感覺 全聯很常有麻糬是那種 吃起來感覺就是工廠 沒有感情機器做出來的 這個麻糬是有存在感的 只是它裡面的主角還是紅豆 它不是麻糬 對 它的紅豆泥還蠻好吃的 對 好 給它 我給它4分 我給它是有沾 因為全聯很難得買到好吃的麻糬 真的 對 好 給它好好吃 接下來要試的是這個 Roytai 的 不是啦 不是啦 是Roytai 你再唸一次 Roytai 不是啦 是Rotai 它上面是寫說你就只是把這整罐倒進去 然後再加上你的料就可以了 可是我們覺得應該先把料炒一炒之後 爆香完然後再加它 應該會比較香 兩蔥先下去 然後肉 現在的料也是爆進去炒一炒 然後就可以加那個醬進來 雨露味很重 你喜歡嗎 聞起來我現在是比較喜歡 嚼臭味 聞起來的話我會比較偏笑喜歡綠的 然後最後我就剩下這個 泰式的打拋豬 這個就真的是我們自己會做的東西 對 因為其實也沒有到很難嘛 就是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因為它這個就只是用加熱的方式煮它而已 但是我們一般喜歡吃打拋豬就是它熱炒這樣子上鍋的那個鍋氣 會不會有一個飛機餐的味道 可是這樣很好耶 飛機餐耶 你吃的時候你就會感覺好像你要出國在飛機上一樣 那最快的呢 我就是用水煮 連同它的塑膠袋一起丟進水裡面煮兩到三分鐘 水煮打拋豬 那你如果覺得光是這樣不夠的話 你可以在裡面同時煮一些水餃 你幹嘛 你幹嘛啦 我忘記了 你幹嘛啦 你把它剪開幹嘛 你真的要水煮打拋豬喔 你累了嗎 它竟然把它開口剪開了 好啦 這樣感覺好像比較厲害耶 唉 比較需要技術 我剛剛有沒有想說啊 就是剪開聞一下味道 有想法啊 你把它剪開之後把它倒進去 煮一煮 會不會變成通腰素 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這個可能 應該沒有 忘記了啦 忘記了啦 然後你看 你什麼呢 那種的 我叫大家 我叫大家 我叫一隻手提 我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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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先來試一下打拋豬 一定要的吧 打拋豬 直接這樣吃嗎 直接這樣挖起來吃 對 而且好像很辣啊 我剛剛沒有想到說這兩個都辣了 就是我覺得它的調味是有到點 但是我覺得它的香氣 吃進去的口感 口感 都還是沒有 它沒有展開 它沒有展開 因為它還是包裝之後然後再加熱 打拋豬本來是一個很下飯的東西 因為它的味道仍然是很下飯 雖然它沒有現炒的香 所以我會給它試 這麼好 好 就給它三分 你給它三分 還有我給它 我要給它 三分 你給它三分 你給它三分 哈哈哈哈 好啊 試一下這個紅咖哩 我們之前已經吃了綠咖哩 那綠咖哩的味道就是還蠻好吃的 還蠻不錯的 所以我對它的紅咖哩 其實也是蠻有期待的 為什麼 來 為什麼今天 為什麼比較水 我覺得它味道是對的 不過可能你要再加點魚露跟糖 然後再把它收掉一點汁 它會比較濃縮 不然它的味道是對的 我給它 我會給它試啊 我覺得綠的味道比較好吃 紅的 它沒有我想像中那麼濃郁 它偏淡一點 所以我覺得要再調 對 所以我還是給它這樣即時的味道來講 然後給它三分別的 因為我會自己在調 所以我給它試 不行啦 你不能這樣子啊 所以我們這一輪吃下來 你覺得最有記憶點的是哪幾樣 最推的是哪幾樣 我會推那個紅豆麻糬 紅豆麻糬還不錯 然後這兩樣我覺得也還可以 就是你如果在家裡面想要吃泰式料理的話 我最推的是那個排骨 什麼排骨 我已經忘記我吃了什麼排骨 我們有一次一個滷排骨用烤的 欸我真的完全忘記了 因為我們這兩者中間離得有點遠 那我們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裡 然後我們下一支影片 我在想要做一個是Costco這些東西怎麼煮 你們有沒有在Costco看到有一些食材 就是很想要買 可是買過來可能會不知道怎麼煮 可以在下面留言 像龍蝦明太子啊 還是藍文起司 好看你們有什麼留言 好我們可以來研究一下 然後做成一個教學影片 我覺得蠻有趣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掰掰 你要看這裡 然後才可以講 然後才可以講 好掰掰 而且老鷹紅豆真的是 紅豆蠻好吃的 老鷹紅豆的那個不同點在哪裡 你知道嗎 老鷹紅豆不同的點就是說 他的紅豆是 老鷹下去摘的 老鷹會 飛過去 然後 好下一道 哈哈哈哈